早晨,今天是曼谷之旅的第四天 現在已經到12點多才出門口 去閘道閘,今天是星期六 昨晚按摩之後 今早8點多醒的時候 其實早晨得很痛很痛 所以一直都賴床,不想起床 不斷享受就在這裡 昨天吃了太多東西 今天肚子好像...肚子悶悶的樣子 不是很舒服 今天... 旁邊這個也睡了 我想我肚子不舒服應該是昨天 我可能... 短時間吃了太多辣的東西 希望待會去閘道閘 就零零成成的 是不是去到那裡才肚子 好,闊別幾年呢 我們又重新回到這個閘道閘那裡了 看看現在疫情後的環境又變成怎樣了 這邊比較遠一點 我可能會近一點做盡頭的地方再回頭 香啊什麼味啊 對咯,想睡不睡 正如大家所見 是多人的 但又未至於水舌不痛 其實都OK的 行得很舒服的 像自己船面那些東西 對咯 來到閘道閘當然要試一下這個椰子雪糕 50克 我印象中好像之前來都沒有試過 有 有嗎 很好吃 那我們加了一些椰果 其他的配料都沒有要 超動 不過呢 那些椰子味非常濃 吃到口呢 香很久的感覺 對咯 這個好像很快吃完 這個椰肉 好吃嗎 這個椰肉 吃完椰子雪糕 看看有什麼炸雞肉 可以吃一下 對這個有些影響 對咯 對咯 這個應該是魚 這個應該是雞 我猜得 對咯 我覺得這個也是魚 是嗎 對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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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熬兩熬之後呢 正 好 嘗一下這個炸雞先 哈哈 嗯 看這些酸酸甜甜的醬 炸得挺脆的 其實是不是有點日式的醬呢 是啊 對咯 在疫情前呢 這間餐廳呢 這兩隻大鑊這個位呢 有一個 肥叔叔在那裡唱歌 跳舞在那裡炒法 不過現在就不見了它了 不過就依然都是 都沒有生意在說 我們進去那些巷裡面看看 杜杜杜本身那些巷裡面 有些什麼賣呢 我們本身都沒有什麼特別研究 那就是 有興趣就進來逛逛 這間鯛魚燒有點興趣 因為為什麼呢 有這個榴槤味呢 那現在呢 就等著那個鯛魚燒 那它都要7分鐘左右 31度 那都不是說太熱的 其實都涼涼了 不過都不覺不覺都 背部都濕了 但是又沒有香港說 那麼死熱 其實OK 這間酒吧 還是這間餐廳 感覺都很有情調 好了 走回來這個範圍 就是最多東西吃的了 裡面好像那些 屋邨那些 宮古亭那些範圍 那樣樣 那很多炸東西 來到這個位置 吃東西就熱鬧了 爆了 剛剛咬了一口 但實在太熱了 拿不到 所以呢 節省一會兒 現在再繼續試一下 榴槤醬很厚 它的感覺呢 好像跟平時的榴槤忌廉不同 平時榴槤忌廉多過甜 但是呢 吃到有一點點榴槤的 那些 甘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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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味 不是 它應該有榴槤肉 所以那個感覺不同 你看到是一絲絲的 有榴槤肉 在這裡 大家看到呢 根本是榴槤肉 不是榴槤霜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說 多少錢 九十九匹 對嗎 九十九匹 其實都是二十多元 我覺得大家可以試一下 好啦 那基本呢 都已經走了一個圈了 那我就發現呢 有一件事跟以前不同 就是 沒有了那些街邊榴槤 平時有些街邊榴槤 賣一下椰子雪糕啊 炸魚蛋 因為有一袋炸魚蛋 其實 我和我女友都很想再吃 但是那一袋都沒有了 那些椰子雪糕都沒有了 那相反就是 只剩下一些地鋪 椰子雪糕的地鋪 那不知道是不是都是 之前疫情的原因 很多這些都還沒復甦 還是怎樣 那就是 希望遲些這些特色的東西 慢慢都會出回來了 行刀頸渴 買個可樂喝一下 先 哇 大大杯 好啦 我們來到這間Canon Cafe 比較偏偏的咖啡 我們就來到一間比較偏偏的咖啡廳了 我們在網上看到片 有Youtuber介紹的 約過來的 那這裏是一個挺舒服的環境 那它進來的時候分兩邊 一邊是咖啡 一邊是餐廳 那我們就在咖啡那邊 那咖啡那邊 那咖啡那邊有一些很漂亮的蛋糕 那我們就叫了兩杯咖啡 待會大家可以看到 那另外呢 咖啡那一邊呢 那是上層的 那我們暫時就沒有上去 還有呢 外面呢 也都有一些好像小橋流水 我不知道有沒有流水 有一些噴啊 就是好像有些戶外環境 讓大家坐在這裡 chill一下 這樣 待會會出去看 的 好啦 那首先就試一下我這個是 酸芒果咖啡 大大的酸芒果在上面 哈哈 不是說有無粉味嗎 對 它那些紅色的外媒粉 它其實那個咖啡的感覺 比我好少 其實 我好像不太能吸引咖啡的香味 反而就是 真的像那些外媒粉 還有沖出來的飲品 那些不知道什麼 什麼檸檬茶粉那些 那些感覺 但是又挺有趣 挺解渴 但是你說像咖啡 就是一般 這個呢 就是蜜糖咖啡 對 那上面有一些幾塊葉在做裝飾 還有一個蜜糖的 是嗎 這裡 咦 是呀 那些蜂巢那些 對 然後有整個蜜蜂的蜂巢 那些 我這個好喝點 反而這個呢 是更好吃 真的甜甜的 也都有咖啡味 我這個純粹是好像一杯 那些解渴消暑的街頭飲品 那些 羅網子汁 那些 那些 對 然後我就試試椰子蛋糕 看起來呢 就很美 那 有些 椰絲 新鮮的 好像椰青的肉 這樣 在表面那裡 一絲絲 有些奶油 它表面那些椰青肉 很滑 很滑 切了一條條 那 入口的時候 你覺得它好像 很順 那樣 而且 椰香味都很足夠 那個奶油 好像也有椰子味 對啊 蛋糕很軟熟 對 那個蛋糕是非常之軟熟 那 這裡再看看 那個甲層裡面 都有很多奶油 那個蛋糕本身自己也挺甜的 但是幾樣東西拼不起來 OK 好吃的 好啦 那接著就試試這個香蕉蛋糕 那一拔起的時候 看到裡面也有很多香蕉 嗯 好吃 我暫時吃下去就是 我這一瓶是 兩塊香蕉 加一大塊奶油 黏著它兩個 還有一些果仁碎 那個香蕉的質感很有趣 很粉粉的 那其實它裡面有沒有蛋糕的呢 因為 我只吃到香蕉 下面有一大塊奶油 然後已經是那些餅底的餅碎了 沒有蛋糕的 對 沒有蛋糕的 只是奶油 都挺... 值得 好啦 我們出去那個庭園那裡走一下 咦 果然沒有說錯 一出來已經是這個小橋流水了 還有魚 這裡那個庭園也不小 那這裡有一個池裡面呢 嘩 非常之多魚啊 好啦 那另外這裡呢 就是說 餐廳那一邊了 那但是這一轉呢 我們就 不光顧了 因為已經很飽了 已經 那就順序 給大家看看吧 好 好啦 現在呢 我們上去樓上那裡 就看一看了 樓上的感覺都很棒喔 對了 這裡有一張長海 那就看到外面 不過就不是什麼景色來的 但是呢 雙方望這邊呢 我又覺得幾漂亮喔 看到樓下 好 哈囉 現在下午4點多了 就在剛才那間咖啡那裡 叫了Grab 現在就去JJ Green Market那裡 那就不太晚去了 所以不然晚了就多人了 或者太晚了 因為明天都要早起床 就要搭飛機回香港 那 剛才那間咖啡的環境 太舒服 那加上 那身都還在痛著 所以現在其實都很睏 那在車那裡 都不是很糊糊 那樣 不過都就到的了 那待會我們再說 好啦 那我想說呢 那我們看資料呢 就說 每天都開的 對吧 那還說開4點 那現在4點半啦 那但是呢 那來到呢 是完全一間店沒有開過的 那還有呢 那看到它這裡寫 那它其實是 逢星期四 和星期日的 5點到12點 4點到日 對啦 逢星期四 至星期日 那開這個 5點到12點 那大家留意一下 搞笑了 真的是 有一間都還沒開 走過來 嗯 很開啟 我叫做一下腳甲 先 這個可以拍照 是喔 你認不認 我們成為了今天這個JJ Green Market的第一隊遊客 完全 什麼都還沒開 不過 看到一些人已經準備著 那就等多一會吧 好啦 我們第一間準備試吃的呢 就是這一間 叫做麻辣和火鍋 那我們看到有很多這些 不同的食材啦 那你選好呢 放在一個籃子裡 它就會幫你搞的了 剛剛選了一些 那些麻辣串燒食啦 但現在看到現在 現在都5點8了 但是其實那些店舖 都依然是有 我想算是有八成都還沒開的 我想起碼都要6點才 叫做開多少的店舖 但我們是4點半來到 所以現在 以外等到很累 不過其實都看到有些人 都陸續進來 開了哪些的 不是買哪些來吃 都看到有些人都坐在那等著 大概10分鐘呢 那它就做好了 那我們可以看看 我們叫了這個 是紫菜包著些不知什麼 裡面有一個蟹柳 兩條蟹柳 那就兩條蟹柳 好像做得挺漂亮 兩條金菇 兩條金菇 這個都是那些菇 雞腿菇 雞腿菇 秋葵 但是套在裡面 對 這裡整排的秋葵 不過套在杯裡面 好 那我們先試一下 試一下這個 紫菜卷 這樣 紫菜裡面是包著 應該是魚肉 就是 不是裡面那個 蟹柳 嗯 它這間銷是銷是銷麻辣 但是其實又不是很辣 不過是挺香的 蟹柳 蟹柳 挺香的 而且挺鹹的 其實 蟹柳好吃 蟹柳好吃 是平時買貴一點的味道 這個蟹柳不錯 什麼marketplace 那些賣的蟹柳 是啊 試一下這個雞腿菇 秋葵好吃 是啊 雞腿菇也不錯 嗯 試一下這個秋葵 秋葵 秋葵沒有說很老 有渣 那些 嗯 都OK 嗯 而且它中和了那個鹹味 對 因為本來有一段時間 其實我自己吃秋葵 是吃的怕了 但是這個呢 它加上那些汁 調和 那又挺好吃 你還有這個味道 金菇 當然是 它是金菇肉卷 嗯 我們就試一下這個 金菇卷 它包著的飯 應該是他們的泰式腸 那些 應該是煙肉 應該 不知道 不知道煙肉還是火腿 那一類 都OK 可以 你可以吃底的秋葵 還有菇 嗯 好 等了又等 我們終於就等到這個 JJ Green Market 這個大門口的閃燈 亮了 那現在呢 就六點幾了 但是很可惜我呢 絕對走 因為為什麼呢 它雖然就說 市場 它就說開五點 那些店舖 有時候就說開六點 但是現在開到六點幾呢 其實 開了一個店舖 兩成都不知道有沒有 我吃了剛才那些串燒之後呢 其實已經是 沒有什麼店舖開 沒有東西走 那只開了一些小飾物店 那些盆栽店 那些 那你要等到熱鬧呢 我懷疑的鐘 可能都要七點幾八點 如果是這樣呢 那我就不如都 其實都等了一個半鐘了 那就是 當自己 預錯時間啦 那就不如 趕快轉陣 那就決定回到這個 Paragorn那裡 繼續找東西吃 好了 又報導一下 不覺不覺呢 現在都差不多七點鐘了 剛才應該是六點多的時候 剛才我們說走的 那就打算打電話 一直都沒有車應機 可能真的太荒謬 那直至到後來都 終於 試了很多次了 那有一個司機應機了 但是都要等成二十分鐘 因為他都在塞進來 那他都算是這樣的了 因為先前有一個呢 接了單之後 沒多久了 他都cancel了那張單 但是我想說 一路等車的時候 我都看一下這個 Night Market 什麼環境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依然都是一片清淨的 那所以呢 再是這樣等下去 其實都不是辦法 所以決定走都是對的 我想他沒有八點九點 都不會熱鬧 久不久有 沒有啊 就是照計 我們裝進去的情況 是裡面沒有東西的 可能真的荒廢了都不定 是啊 因為有很多舖 其實你看進去 根本他不像是會說 晚一點會開的 他直接這麼黑的 沒有人準備 甚至乎廁裏是沒有東西的 就算進來看東西的人 都是小貓三兩隻 兩隻就走的 哪有東西被人看的都還沒開 對不對 那所以算了 走了 難得 終於叫到車 其實算是這樣 好啦 我們終於都回到Taragon了 由四點半去了那個夜市法外 加上等車 足足在那裡玩了接近三個小時 加上現在出到來已經7點7了 那就快點找點東西吃一下 因為今晚最後一晚 明早一早已經要去機場 買了這一間店 那他那些包呢 其實就很吸引的 他裡面會塗一些不同味的醬 在那裡 熱了 那就超級正的 爆漿了 那可以看到這裡有很多款 那我們就選了這個糖黃油 其實就是牛油加砂糖 那就選了這個斑蘭味 那另外他還有一款是榴槤味 那我也選了 好啦 那我們開盒看看 嘩 好像很棒 好 現在我們 這個砂糖 這個砂糖 上面那個斑蘭 那這個應該就是榴槤 那我們現在嘗一下 脆薄薄 脆薄薄 行不行 我想先嘗一下斑蘭 是啊 它都烘到表面都脆了 你看到斑蘭醬都很棒 其實是那些 山楊味的芥末 這個醬是冷的 這個醬是冷的 但是呢 很好吃 就是芥末的東西其實我很喜歡吃 但是呢 以前買一罐回家 永遠吃了一罐 可能都吃 都沒有再吃的了 那就驗了 夠不夠吃一下 那就試一下你這個 牛油砂糖 其實真的是偏要吃到砂糖味 是啊 但是我喜歡這個多一點 是啊 因為脆一點 我喜歡這個多一點 給我咬下去 那斑蘭醬呢 它裡面是塗到醬糊糊 很多 然後我們來嘗嘗這個榴槤味 可能拿著盒子來吃得比較穩 是 肯定一手 是啊 它是像蜜糖一樣黏著的 嘩 大家可以看看 我的醬是這樣的 嘗嘗有沒有鮮 一定是柔的 很軟的 嘩 是不是好像蜜糖一樣 很黏的 很黏 很甜 好像黃色Mr.Color一樣 嘩 你看看 那些質感 油性油 好像 哈哈 我們剛剛舔了一口 我覺得那個質感很奇怪 是奇怪的 是奇怪的 是 咬一口 小的 相比剛才那個斑蘭醬 其實是 斑蘭醬好像比較好吃 好甜 這個 加點片仔 開氣的比較好 它的味道不是很好吃 人家 它好吃的 不過很甜 口感很奇怪 我覺得它好像 有一點膠質 對呀 剛才大大大吃下去 真的很甜 對呀 可能它真的混了蜜糖 或者蜜牙糖 你看 醬不停留 甜到牙都軟了 嗯 前兩天來Panador 那時候 其實很想買他們這包 尤其是榴槤味這隻 但是 但是呢 今次試完之後 那就 試過就算了 真的很甜 還有 哇 黏得很厲害 為什麼 一邊說甜 一邊喝醬汁 不要浪費 它流了很多酒 嗯 它那個稠的程度是什麼呢 你打開了一瓶黃色油 大概半個小時 都不動它 你再拿一瓶不了下去 就是那個質感 好了 再白了 還有什麼吃 好了 我們在這個Panador 買了一點點小吃之後 現在就過了對面的Siam Square那裡 正正找一間東西坐下來吃一下 很難 那現在最後呢 就選了一間普通的拉麵店 坐下來吃個晚餐就算了 因為都走得累了 那還有 其他那些 有幾樣東西都不 一來又不適合 二來他們很多拉梭 但都9點 現在都8點半了 所以 看到這一間收拾店 簡簡單單 不如吃完就算了 我就叫了一個叉燒拉麵 那我女友就叫了一個鴨煮拉麵 它的麵汁都爽 很爽 很爽 好像 重了一點點 鹼水味道 對 叉燒都OK的 薄薄的 但都有點韌 但是味道OK的 好 接著試鴨 鴨 鴨的味道是OK的 夠味的 相同問題 都是比較鹹一點點 但是 其實以價錢不說OK的 我覺得 另外呢 每碗麵還有一塊魚蛋 上面有個八字 反而我覺得這個魚蛋還蠻彈的 是嗎 對 好 回到酒店了 今天的行程也都完結了 待會也要做好快測 要執行你預備明早就離開 因為 明早其實十點九機 變成你最穩陣 你七點多其實也要去到機場 所以一早就要起床 所以 現在搞了一些東西 就準備處理其他東西 就要早點睡了 早晨 現在差不多七點鐘 就 坐車去機場 準備趕十點九機回香港 今早五點多起床 就趕快收拾東西 下去酒店大堂 幫幫行李 就 本來就預定了 叫了一輛Grab 就七點鐘來接我們 但是 一早已經搞定了 那些東西 不如早點去機場 還在想要不要 cancel 了 別人的命令 因為本身 昨晚一按 schedule 已經有人接了 但誰知道 在想對方已經cancel 了 順利成章 不如即時就call 六點幾車 直接就去機場先 那就安全一點 那 打算 check in 之後再找東西吃 啊 看看有沒有東西買 這麼早 不知道那些東西開了沒有 現在 早了一點 所以 check in 還沒開 那就等一會兒 先吃飯 不過很餓 馬上檢查完 就要找地方吃東西了 好了 那現在基本上 就完成了所有的程序 那就進入閘了 那就看看有什麼東西吃 現在的時間是8點24分 那我們10點15分就要登機了 好了 那我們就進來一間泰式的餐廳 吃個早餐 他都有一些基本的早餐 給大家選擇 都挺吸引的 有粉麵 有些西式早餐 甚至乎這些 比較heavy的東西 現在這麼早也有得叫的 因為我隔壁那位 看到隔壁那位 小姐 其實她都在吃飯 早上 現在是8點多 早上 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那份早餐 這個泰式的炒河 都挺足料的 大大份 另外還有一隻雞腿 大家看一下 就算那隻蝦都大大隻 很好吃 對 很好吃 我覺得 它的醬汁很甜 酸酸甜甜的 很開胃 尤其是現在晨早漏漏漏 加了一些青檸汁 去一些可分煙煙的 吸收了醬汁 超好吃 這個機場的早餐 港幣100元左右 還有這個雞腿 雞腿幫我們劈好 這個雞腿很甜 謝謝 它的皮也挺脆的 加上泰式酸甜汁很棒 這個就是我女友的早餐 這個泰式豬肉 有這個鬆鎮 至於這個是什麼 這個呢 其實裡面就是飯 很美味的 今天早餐就吃完了 那現在呢 已經去到橋口那裡等著上機 還有半個小時 那閘關了 那應該差不多上機 那這次這個泰國旅程 來到這裡呢 也都差不多了 那就五日四夜 那是 臨上機之前 就買了兩個頸枕 一四五分 對 非常之停 一四五分 那待會上機的時候可以用一下 好 那十二月頭 那我就會飛韓國的 那到時呢 就再看看拍到什麼給大家看 好 謝謝大家收看 這次的影片呢 來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留言 讚好 和分享 按下旁邊的歡笑鐘 那我下次在我身邊 大家就知道了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上載機 安樂了 沒什麼 沒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